双手双脚刺龙刺缝 还戴着深色眼镜 走在路上实在让人畏惧三分 乔丹拿着一把大剪刀 到底想干嘛 身材瘦血一头综法 还溜着山羊虎 可别看他外形凶神恶煞 他可是拥有硕士学历的有机农夫 魏匡利 拿着剪刀 只是为了采收成熟的有机红龙果 年仅24岁的魏匡利 从高职开始就读农校 一路攻读研究所 因为家里本身旧物农 毕业之后 同学都到都会区上班了 就他决定留在家乡 大部分人都觉得 其实不可思议 因为其实农业年轻人 是真的蛮缺乏的 所以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能还可以待在住 觉得很好奇 顺着个性做事 凭着良心做人 就是因为学习物农九年有余 对于环境保持更有足道见解 在他的农地里 不仅不用农药 化学肥料 就连耕种的项目也尽量要求多元 维持水路两地 生态平衡 像我们有机栽培农业 就是生态环境很重要 因为你生态不好的话 它的病虫害 其实会很难控管 所以我们种植多样化的一个作物的话 就希望它生态可以平衡 然后像管理的部分 因为一般冠型农业都种植单一作物 管理的话会比较方便 像我们有机栽培就是要物种多元化 维持生态知意行难 但作物品种太多 管理起来非同小可 一年多前刚从家里接手农场的他 遇上了开发空窗期 根本没有作物可以卖 早上离田施肥 晚上还得打林工来维持三餐温饱 因为其实植物就感觉很像照顾小孩 就每天看它不断地成长 因为像它们成长需要时间 就是等你营造好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之后 你会就你的成就感 就是有点说不出来的那种喜悦 将作物依照生长周期 分为三大类 妥善管理时间 让它的有机农地 即使主要作物要花两到三年 也不会因为作物来不及长大而没饭吃 台湾究竟它是一个岛国 那么它属于大面积的农地 究竟不会太多 那么很多这个小面积的话 它没有办法规模化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资讯 资讯流方面会比这个所谓的上一代的人 会更有竞争力 所以我是希望说他们来做一些整合的工作 木瓜就像掌上明珠 被捧在手上用海绵布细心擦拭 随后一滴套上国网 装箱亲手送给客户 虽然凡是起头难 不过头过身就过 年轻时代发挥专业能力 不仅要延续上一代的务农精神 同时也要靠着专业 把好的环境留给后代 民事新闻李玉汉 在台东的采访报道